毕杰市85家图文店统一悬挂价格表 毕杰市经过25天的努力 终于完成了价格联盟的第一步 悬挂了一个统一的价格表 毕杰市85家店都在几天内悬挂了价格表 不过还是很多人不明白 我们为什么要明确一个价格表 很多人都在好奇地问 难道我们挂一个这样的东西 就可以让老乡们不滥价 让他们遵守吗 对于这样的疑问 其实我在我前面的文章中就提到过 为什么我们要制定出一个 全市行业基准价 看来看文章 或者说看懂文章的依旧不多啊 哎 你们所有问过的问题 都在文章中有写到 难道花点时间看点文章 真的很难吗 特别那些什么都没看的 就跟你来句 你来回答我几个问题 我来给你提点意见 我真的很诧异 你们究竟是多大的夜郎 才让你们如此自大 还没有了解一个事物 就可以霹里啪啦地说一大堆 能不能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 你能想到的那点破问题 早就想过无数遍了 根本不需要你去说什么 价格联盟推了这么久 我至少和500多位 来自全国各地的同仁聊过 根本不存在有什么会遗漏的问题 关于行业所有的设想和构思 都是建立在现有问题上的 我只想拜托那些家伙 说话前先了解 你说的话并不比其他500未来的高明 与我来说只是浪费时间而已 先让我们看看毕杰式部分悬挂价格表展览 很多人依旧不明白 我们为什么要那么辛苦挂这么一个表 难道因为挂了这个表就可以让我们价格统一吗 仅仅只是这个价目表肯定是不够的 我也从来没说过 挂了这个价格表就结束了 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支持本地的负责人推广价格联盟 这个价目表并不能限制老乡滥价 因为这个价格表从一开始就不是给图文店看的 这个表格是给客户看的 我记得我在以前的文章里面提到过 就是我们在报价的时候 我们很多老乡幼稚的认为 当他在报价的时候 是他和同仁在博弈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比你的竞争对手价格低 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显然不是 你在报价的时候你还有一个博弈对手 那就是你的客户 你必须考虑你客户的策略 你必须想他能接受的价格 其实除了你和你的同仁之外 你的客户也是在这一场博弈里面 我们很多老乡就忽视了这个重要博弈角色 所以很多博弈策略都失衡 导致今天我们的困局 我们做价格表 这个价格表不是为了限制我们的同行 而是为了给客户一个心理价位 在他的心里死死地盯上这个价格 让他知道在全市我们都统一报这个价格 这样拉高客户的心理价 为后来我们还价奠定一个良好的开始 当你把一个价格通过协会的名义 定在客户心里之后 你后面可以根据数量和你一般的价格 来适当给你的客户一些优惠 因为前面客户已经接受了 毕杰式这个统一报价 后面的还价部分就很简单了 你可以小幅度的降价一两次 但是不要太多 因为他此刻的心理已经完全接受了你这个价格 你适当的便宜会让客户觉得舒服 根本无需大幅降价更加不需要滥价 因为客户已经接受了你既有的报价 才会继续和你谈下去 由于我们长期的价格战 我们已经完全丧失了定价权 制定一个统一的价格表 就是为了抢回定价权 我们重新拿回定价权 只有这样未来我们的行业才能健康发展 至于后面所说的限制同行滥价的部分 那就是后面我们会推出的底线价格制度 所以大家不用着急 价格表是为了给客户看 底线价格才是限制我们这些店价 这就是我们推广的价格联盟 和以往你们所有想到的方式都不一样 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价格联盟 商家的成交价格就应该在底线价格之上 不能突破底线价格 否则就只能退出我们现有的价格联盟 退出行业协会 现在已经有96位发起人了 完成了第一个小目标 如果你也有意向 可以选择加入我们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这个事情对所有的从业者都是好处多多 希望大家不要吝啬支持 欢迎加入我们支持图文广告行业价格联盟 点赞 关注